记者林金伦宜兰报道,民进党中只会经公布提名立委陈欧或参选下届一兰县长,宜兰县代理县长陈金德卓就展开私人行程前往日本,幕僚表示党做的任何决定陈金德都尊重,将持续把宪政工作做好,争取民众信赖。 民进党以兰县长人选难产,陈欧或是唯一在提名机制内的候选人,但似乎不受党中央的青睐,中只会正式公布提名陈欧或前,劝退声浪不断,陈金德也动作频频,不但挂起看板,还办理十二乡镇县正开奖,为选举做准备。 上周选队会公布将提名陈欧破后,地方反弹声浪也不小,一掌陈文昌带队前往党中央,立组提名陈欧破,并表达地方忧心。 建议党中央将提名时程延至四月,并将代理县长陈金德纳入观察,则由提名党中央提名陈欧破,阻力不小。 不过,今日的中只会仍然选择提名陈欧破,参选宜兰县长,被外界认为是避风头前往日本的陈金德,为接记者电话,仅透过幕僚表示,尊重党做的任何决定,经继续致力宪政,准备好结束党赢的年底选战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